我是师哥我在绍兴 我在这家绍兴 我在绍兴的客桥 京地新龙城这个商场 这个商场好像是一个刚开业的商场 感觉非常不错 准备给你们拍下 这边大概什么情况 好的 我们走 好的 我现在在商场的一楼这边 现在时间是上午的11点多 这边整个商场的中景 还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的 整个商场有貌似有四楼 这上面是一个顶盆 这边环境还非常不错的 商场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的好 在柯桥的这个硬边上 但是我感觉比柯桥市区的商场装修 都要好一点 你看看这个装修 你能想象这是郊区的商场吗 你让我说啊 这是在市中县商场 我也不敢反驳 好的 准备去楼上给你们看一下 楼上往下拍大概是什么情况 好的 问题不是很大 我已经来到了商场四楼 这边好像是一个餐饮区 你们看这边有什么品牌 这好像有个宝宅饭 你们看这边的一个装修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感觉啊 比一般的商场要好多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一个饭点啊 差不多已经到饭点了 因为已经11点多了 但是由于今天可能是礼拜一的关系吧 人不是很多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顾客 这个应该是所有商场的一个问题 都是这样子 这边有一桌人在吃这个牛排 对面是八夜火锅 这边就是整个商场的中庭 给牛排啊 非常厉害 感觉这边品牌啊 还是比较多的 业态还是可以的 我感觉晚上的时候应该人比较多 可能是我来的时间不是很 不是很对的关系吧 我们就往前走 来到了另外一个中庭 我发现这个商场的一个特点就是 这个边上有很多这种 假的这种绿子的东西 难道是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每一层都有 给人一种非常 清凉的感觉 还不错的 但是啊 我走了一圈啊 发现这边好像没有那个 现在很火的那个彩票 没有卖福利彩票 我觉得可以 搞一家 如果你们想来这里 开个彩票店的 可以来咨询一下 目前还没有 哎 这个灭血冰神怎么在 四楼上面啊 这个一般不是在这个商场外面的吗 这就很奇怪了 是大股饭 四川小吃 准备搞点东西吃一下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目前商场里面啊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没什么人 空调开的还是不错的 还是挺凉爽 我刚才去了一下洗手间啊 那个洗手间也是搞得非常干净 我一般去商场里面就要看一下这个洗手间 干不干净 如果洗手间不干净的话 我下次就不来了 所以这个商场还是可以的 香 你觉得不错 好的 这个就是绍兴 科桥经济兴隆城的一个 大概的情况 视频啊 要不就给你们 拍到这里吧 对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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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